大灾当前 中南海集体隐身 军队一动 加速政权崩溃 中国最大粮仓要出事 央视作秀摆拍 被骂惨 中国人被俄拒绝入境 众俄友谊 真面目曝光 中美航母首次对决 26架舰载机环形侦察山东号 日台断交50年 首次日本自民党最高层官员访台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国际新闻眼 我是美玲 在中国华北东北民众饱受洪水灾情的危急时刻 中共高层却仍到北戴河集体休假开会 有评论认为 中共是人民如雏狗 而中共军队频现异动 处在加速崩溃当中 据中共新华社报道 8月3日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受习的委托 看望在北戴河暑期休假的57名专家 蔡奇在讲话中要求这些中共专家们维护习近平 还要专家们深入学习习思想 与此同时 军报发文点名郭伯雄等四个落马军虎 强调效忠习近平 士兵人桑普对此评价说 中共现在把权力稳抓在手上 除了权力抓狂外 基本上对其他事情不感兴趣 老百姓死了 他觉得都是出狗一样 完全没有任何怜悯的心 由此更见 中共的邪恶本质了 桑普认为 最近比较受瞩目的是火箭军大换血 中共海军出身的王后斌和空军出身的徐熙盛 接任火箭军司令和政委 明显是外航领导内航 因为火箭军主管核弹和导弹 如果没错的话 火箭军下面的副司令员们会一个个被唤 权力争斗涉及到权力板块的挪动 这个很受瞩目 所以这次北戴河会议 习近平尤其重视对军队的掌控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紫云说 习近平执政将近11年 中共军队内部已整肃了几十名高级将领 但中共军报还强调党队军队的绝对领导 这透露出中共政权内部不稳的信号 他认为 中共火箭军出问题 有消息认为 这是和中共军工企业的贪腐有关 再有一种可能就是泄密案 如果再深挖下去 可能就会牵扯到两任中共国防部长 一个就是在今年3月 现任的前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 他是火箭军出身的司令员 现在现任的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是军工背景出身 他对军工企业和火箭军都非常熟悉 苏紫云分析说 李尚福的角色就很微妙 他到底是吹哨者 向习近平举报火箭军的不当行为 还是火箭军的贪腐 最后会烧到他 值得关注 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从毅表示 习近平在军队里没有自己的人脉 他一直不放心 共产党搞集权专制 从苏联斯大林开始 都靠不断整肃维护权力 习近平也是一样 金报说让习近平放心 就说明他现在极度的不放心 习近平现在最大的威胁 一个是祸起消强 就是政变 一个是颜色革命 就是民众造反 桑普表示 习近平主导的中国共产党 现在是越来越溃烂 还没有到崩溃的时候 但是可以看得到 这种溃烂的速度在加剧 日前 受杜苏瑞台风环流影响 中国东北黑龙江夺地洪灾十分严重 牡丹江有部分房屋被大水冲走 中国有名的武昌大米核心产地被洪水淹没 稻田面临绝收 而中共却忙着拍救灾影片作秀 造假画面被抓包 黑龙江省哈尔滨 牡丹江和齐齐哈尔海伦市 武昌市等多地都有强降雨 局部地区有暴雨 从8月2日清晨开始 黑龙江气象台已经连续发布了15个暴雨红色意境 8月4日 牡丹江洪水已形成 房屋被大水冲走的话题登上了百度热搜榜首 4日凌晨 牡丹江市东京城林业局尔站林厂忽然发洪水淹没了房顶 有不少居民的房屋和车辆 牲畜等都被洪水冲走 桥梁也被洪水冲断 当地的通讯中断 黑龙江武昌市是中共国家重要的商品粮食生产基地 武昌市龙凤山镇 也是武昌大米的核心生产区 据露媒吉姆新闻3日报道 武昌市龙凤山镇 蓝彩乔村 上游的龙凤山水库即将加大泄洪量 而受泄洪影响的区域正是武昌稻花香大米的主产区和原产地 面对这种情况 当地村民十分揪心 说现在已经有不少稻田都被洪水淹没了 如果持续下雨 这些稻田就面临绝收了 从网传视频显示 一些龙凤山镇的农民说 稻田要看不见了 全都被洪水淹了 彻底完了 这心拔凉拔凉的 网友诸葛晨新也发帖说 黑龙江武昌等地庄稼被淹没 整个东北被淹没 丢的是全国的命 中国粮食安全与否都在东北 百姓在洪灾中苦苦挣扎 然而中共不但不抓紧救援 反而赶时间制作出一部深情的救灾影片 在中共央视发布 从影片中显示 民众未躲避洪水到楼顶等待救援 救灾人员把直升机开到楼顶 把受控民众接到直升机里面 民众也配合的面带微笑 但这些貌似感人的镜头却被眼见的网友抓包是造假 原来镜头扫顾了楼下 从地上的水只没过汽车的轮胎下方 可以发现 水并不深 这些民众也没有必要到楼顶避难 他们是配合党媒作秀拍戏而已 无数需要救援的百姓们在死亡线上呼好挣扎 而中共却煽情造假 网友们怒斥道 导演走的钱肯定是给够了 毕竟直升机都用上了 就是导演脑子不够 这个国家太魔幻了 放过老百姓吧 俄罗斯因入侵乌克兰而被国家制裁 中共不但不谴责 还暗中军援 但日前中国公民被俄罗斯拒绝入境 还遭到盘查4个小时 中共驻俄使馆人员也罕见批评俄方人员是野蛮执法 这暴露出了两国友谊的真实程度 8月4日 中共驻俄罗斯大使馆微信公众号通报说 7月29日 有5名中国公民打算驾车从哈萨克 经过阿斯特拉罕州卡拉乌泽克口岸入境俄罗斯 然而他们却被俄国边境工作人员注销了旅游签证 并遭到俄方4个小时的反复盘查 最后拒绝他们入境 中共驻俄使馆领事人员接到他们的求助电话后 了解了事情的经过 并反复确定涉事口案 要求俄方的工作人员给这5名中国公民再次申请签证 以及帮助入境 通报中说 中共驻俄使馆相关部门 约见了俄罗斯外交部 联邦安全总局 和联邦边防总局等部门提出交涉 而关键的一点是 中方人员竟然指出俄方工作人员的 隐瞒执法 过度执法行为 严重损害了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而这一点明显与当前中国关系的友好大局不复 还说 这两国日益密切的人员友好交流趋势不复 显然 中方人员意思是 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中共公开场合一句责备的话都没说 还私下提供军援 结果你俄方人员就这么办事 他不给面子了 那俄罗斯方面是怎么说的呢? 俄方人员表示 这5名中国公民被拒绝入境原因是 相关中国公民签证申请的前往目的地和实际目的地不复 违反俄相关法律规定 看来 在俄罗斯心中 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也只不过是一句你懂我懂的空话而已 中共使馆方面表示 要俄方对编解人员过度执法的行为 进一步调查 还强调说 要给中方一个满意的答复 明显是要个台阶下 有网友吐槽说 这是没地位 连弃俄罗斯都是这种待遇 也有头脑清醒的网友对中共说 可别天天宣传友好了 炮金鱼船的是谁 日前 中共央视在节目中罕见对外揭示 中共航母山东号在西太平洋训练时遭遇美国航母的环形侦查 这也是中共首次披露中美航母对决的画面 8月2日 中共喉舌央视播出的融媒体影片《竹梦》中显示 中共航母山东舰在西太平洋进行远洋海训时 突然遇到外军环形侦查 而出现的舰载机数量从5批10架增加到19批26架 飞行参数非常规 这也促使山东号航母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那么 这个央视节目中提到的外军究竟是谁呢? 哪国军舰公开叫板山东号而毫不畏惧呢? 上海市公关研究院学委会副秘书长莫读春秋 在今日头条上发文分析说 从《竹梦》节目给出的画面可以推断出 所谓的外军其实就是美军航母尼米自舰 这也是中美航母对决 头一次被公开披露出来 做出这种判断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是能够出动这么多的舰载机 并能保证起降的频率 现在只有美国航母才能够做得到 而制动19批26架舰载机 也是非常典型的美国海军航母战术 第二 从之前披露的山东舰在海上训练的路线来看 今年4月11日到12日 山东舰和美国尼米斯号航母 同时出现在日本宫古岛的南部海域 而两舰相距自近距离时不到300公里 这一点也符合央视节目的说法 莫读春秋提醒 从公开资料来看 美国尼米斯号航母在执行对外打击航母任务时 第一天就能出动150架次以上的舰载机 后续持续出动的舰载机能维持在100架次左右 央视节目《竹梦中》也提到说 这个外军舰载机可以一次出动19批26架 而这个出动频率确实很惊人 截止考虑到中美航母在性能上的差异 但也仍不得不承认 和美国相比 中共在航母的运用上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据亲共媒体香港联谊报道 台湾外交部已经证实 前日本首相自民党副党魁麻生太郎 将于8月7日到9日访台 这也创下日本在1972年和台湾断交以后 访台的日本自民党成员中 最高层官员的记录 据悉 麻生太郎本次访台是受到了台湾的邀请而促成的 自民党内麻生派的众议员 林沐新佑和中西建制也会随行 麻生在台湾将参加凯达格兰论坛 并担任专题演讲的贵宾 也将和蔡英文 赖清德 台北市长蒋万安 外交部长吴钊燮等政要会面 并到五指山台庭公墓调业李登辉 日本资深媒体人石板明夫发文说 有人把麻生太郎比作当今日本政界的水户皇门 因为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政府来说 麻生就像是江户早期的水户攀的藩主 德川光国一样 说话有时比幕府将军还有分量 麻生这次访台将至日本从1972年和台湾断交以后 自民党访台的最高层级官员 将成为日台外交史上的重要突破 石板明夫表示 麻生要访问台湾 大约两个月前就开始在水面下做各种准备了 日本和台湾联手和中国在水面下博弈 赢下了这一局 将成为日台外交史上的一次重要突破 石板明夫提到 中共新外交部长王毅曾任驻日本大使 也是中国屈指可数的日本问题专家 刚回国上任就碰到这件事 可以想见一定是焦头烂额 石板明夫也期待麻生这次来台湾 双方能把日台关系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好的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